眼前将战车发动并缓缓往前行驶的军人 是乌克兰武装部队上校费多森科 而且你没看错 他驾驶的正式从俄国手中补过的T-90A 费多森科上校在战争开打初期 主要负责哈尔科夫的防御工作 并指挥编制在第92机械化旅的摩托挂步兵旅投入作战 而这些英勇的士兵们不仅在5月时将俄军击退 更在9月时吹起反攻号角 成功收复酷皮杨斯克等城镇 而费多森科上校的战场攻击 也让他被授予乌克兰英雄勋章 事实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旅船T-90系列战车被炸毁甚至是缴过的消息 而最新型的T-90M内装更曾在9月中时被完整公开 透过在推特上所流传的照片 除了可看到战车上覆盖吸收雷达与隔热的材料 也能将战车内部一览无遗 而除了将T-90M内装公开 乌克兰政府更在8月24日的独立日 与首都基辅展出数十辆被击毁或掳过的 俄罗斯军车和装甲车 当时也吸引不少民众上街围观 根据防卫部落格近日的报道 由于俄罗斯装甲部队持续遭受重大损失 只能不断从库存坦克中寻求补充 甚至已过不得商欲 将原本应该出口给国际客户的T-90S 扭用到自己的部队 根据了解 这批坦克比俄国陆军使用的T-90还要高档 具有更高的火力、机动性和保护力 不过俄罗斯现在挪用他国资产 后续必然得面对国际客户的诉讼与求偿 记者黄信雅整理报道 由俄罗斯们HiS